第四屆士林杯桌球賽 日前在區公所10樓大禮堂舉辦 今年參賽隊伍在創新高 一開放報名立刻秒殺 大火切磋球技 享受體育競技的樂趣 桌球 羽球跟網球 都是比較適合離開學校的人 在運動的一個項目 因為他只要自己喜歡 到球館去就可以找人運動 那這是一個可以 打得年齡最長的一種運動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推廣 也讓更多人喜歡 除了長青組 青壯年組 及家庭青子組賽程之外 今年台北市議會 也由副議長葉林傳領軍參賽 包括陳崇文 李芳如 李富中武 陳彥博等人都親自上場 更增添比賽樂趣 身為一個台北市議會 唯一一個體育的議員 今天一定要響應 而且我們找了幾位同事 一起參加這個比賽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推廣全民運動 去公所結合市林區體育會 共同舉辦比賽 就是要讓喜愛桌球運動的民眾 有互相切磋的機會 一旦能強健體魄 曾經和諧 也達到推廣全民休閒運動的目標 北部大台北市議會新聞 劉湘廷採訪報導 說明天敬人 李芳麗 在臨平在公廠的服務上 巴奧